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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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我是凱希 今天我們來高雄玩 我們晚上要去泡溫泉 在那之前我們要先做一些DIY的活動 和看一些附近的景點 好 我們現在到了圓香園文化村 這裡有很多客家的文化 其中一項是紫傘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自己試試看 做一把紫傘 紫傘是我美濃這裡的特色 這個傘其實打開是一個圓 是一個圓滿結圓 不只多順的藝術 我覺得蠻可愛 也蠻成功的 還好他又跟我說這個 訣竅 對 好 完成了 我覺得蠻好玩的 小孩應該會很喜歡這個活動 對嗎 對啊 要吃客家點心嗎 我們來看一下 好 謝謝 我們剛才去買一些客家的小吃 我們買了抹雞跟藕龜條 好吃 嗯 甜甜的 黏黏的 我們現在到了六龜的琴波愛玉園 今天我們要學會做愛玉 就可以說 新的一堂 阿潰的才會十分鐘再降到四十度 嘿 阿就四十度碰五十五個鐘頭 就乾了 哇 非常的標準 真的喔 我們台灣的媳婦 你看 我沒想到愛玉是這樣做 做有點酸 這樣做愛玉的人真的很辛苦耶 不要偷懶 不要偷懶 你不准吃 我要吃 哇 它洗得很好耶 我家都洗錯了 你看 那個就是愛玉酵素就洗出來的 細細的泡沫那個 就是愛玉的酵素 很好很好 有沒有覺得很滑 有 那個是比熊果素的美白效果最好 第一名 好 我們等了20分鐘 然後我們的愛玉現在好了 我們要去參觀一下附近的大佛 好 我們到了六龜大佛 走 走 可以放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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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佛的裡面 這邊我們發現有12個天生 然後他們代表12個生肖 我素雞 所以我要找雞 Oh no 這樣大家都知道我多老 不會 他們會不會故意說我什麼 37之類的 欸 38 會 不要講 就到了 我們到了國蘭花園的了 我們要去泡湯 我們要去泡湯 喵 喵 欸 很漂亮 喵 哇 那個也是妳大 很漂亮欸 還有妳看得到山 但它這邊是窗戶這樣不會被看到嗎 它剛才不是說對面都是山嗎 它說不會有人在上面 好那就好 今天是我們第二天在高雄 我們今天早上決定再泡一次溫泉 我覺得在這裡泡溫泉不錯 因為就是有自己的空間 然後後面還有很漂亮的風景 然後外面我們還有一個游泳池 所以等一下可以給你們看 好我們現在要去看一下溫泉公園了 好我們現在要去看一下溫泉公園了 這邊的話就是發展溫泉公園 是今年1月5號重新的溫泉公園 這邊可以泡腳 這邊還有帳篷 但是它跟一般的帳篷很不一樣 比較像飯店 我們進去看一下 它是帳篷的樣式 然後有冷氣 對啊 這樣帳篷的話我可能可以錄影 好我們現在要去吃午餐 我們現在在寶萊文泉街 這邊有一些小吃跟住宿 聽說寶萊這邊 比較有名的是梅子料理 所以我們點了一盤 梅子紅燒豆腐 我們現在要去 十八羅漢山 還有請一個向導幫我們解說 這一次旅行你覺得怎麼樣 很好啊 我們大部分都在泡溫泉 對啊還不錯 蠻放鬆的 我們到了十八羅漢山 我們要先去看六號隧道 這邊蠻酷的 它每年都會修補 這個是它最壯觀的 它說這裡有很多的燕子 對嗎 對 我記得開路格是不是也有 對 但應該是不同 應該是不同 但是好像 他們好像很喜歡那種隧道 對啊 這裡是U型谷 我們要進去走一走 然後看一下這裡特殊的植物 所以這是癌漢圓 它葉子的肌部會產生一個圓圓的 這個叫腐植收集葉 這是它特殊的地方 導遊跟我們說 這個是世界上最長的葉子的植物 對 然後他說很久以前他們會拿來 就是用成一個刷子 就是可以刷鍋子啊 什麼的洗碗 對 蠻酷的 好 這方面 那水還是在下面的流動 你現在看到的那一潭水 那其實水流流流 又從這邊流出來了 流出來了 這是我們的U型谷的一個特殊 我沒有看過耶 你可以放在水上看一下 蠻可愛的 我們剛才看到猴子耶 很可愛 還背一個他的小孩 對 小盒子 在渡一下 我們現在走在U型谷裡面 它原本是河流 然後現在乾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走的是原本的河床 就是河底 嗯 蠻酷的 很難想像這裡原本有這麼高的河流這樣過去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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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這一次旅行就到這裡 我們這一次來到了美濃跟六龜 這一次最喜歡旅行的哪一部分 我覺得做愛玉不錯耶 是嗎 很有成就感耶 是嗎 自己做 對啊 拋湯也很好啊 我們很久沒有去拋溫泉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很棒 這一次要特別感謝台灣好湯 還有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的邀請 讓我們來到高雄 如果你對我們這一次旅行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下面的連結 這一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你們收看 記得按讚分享還有訂閱 下次見 掰